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漲跌密碼來看到台北股市在選前 今天交易相對的是比較震盪 清淡一點點 中場市下跌5點收在14778點 存交量能監視2308億 那今天盤是怎麼做解釋呢 現場我們邀請到兩位專家 水源歡迎到的是大宇國際投顧 張宇明分析師張老師好 婷娟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歡迎到陳一群分析師一群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排名上瓜 掌握我剛剛問您先請教張宇明老師 好的 今天在選舉之前 排名有點震盪 有點漲不上去的感覺 呈現一個觀望的態勢 但這一波已經反彈了2000點 上次的拉回是將近6000點 現在反彈1 3分之1 那我們看未來行情 如果研判我們先看這個新聞 清淡科減少投片 因為他預估明年的下半年 景氣才回升 所以把投片的數量減少了 好 同樣清淡科的新聞 清淡科願意違約 要提累3億元 因為他違約了嘛 那對金元昌來講就是要賠償損失 他寧願賠償損失 都要違約 那表示他不看好短線的一個景氣 好 那我們看股價 當你看到這信息的時候 股價已經拉回67% 拉回67%意義代表什麼 就在這裡 趨勢走在前面 消息面才會出來 所以你不能看消息做股票 這樣懂意思嗎 有啊 你現在看到消息這麼壞啊 對啊 可是他已經跌67%了 那高點不會有人告訴你啊 所以你必須用方法找到高點 做出研判 空頭拉回的時候不要去碰 不要接刀子 這樣你才能夠在股市裡面穩糟勝券 那問題來了 怎麼樣來判斷 這個地方是高點 你不能看到消息 再來後悔啊 對不對 怎麼樣來判斷這個地方高點 我們再講一遍 消息走在前面 趨勢走在前面 消息才會出來 所以你看消息看報紙是沒有用 要掌握趨勢問題來了 那趨勢在哪裡 趨勢在股神系統裡啊 在這裡啊 原來4月15號 它已經三線轉空啊 你就該跑啦 4月15號不會有壞消息啊 所以這一段空頭格局裡面 你避得開 那你當然在股市裡面 就能夠穩超勝券 現在呢 還沒有翻多 你不用你罪 你罪也沒有用 股票是應該要這樣做的 有依據的 不是在那邊亂追亂衝 那是沒有用的 那你從日線來看也是一樣 高點轉空 沒有錯 就在4月份的時候 一路下來 目前短線日線翻多 對不對 可是周線呢 依然在空方 管理非常大 它就是一個短線的反彈而已 可以這樣來研判 上檔壓力還沒有克服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股票操作 有依據就變得很簡單 我們看另外一個新聞 景氣差 元泰明年已經會成長 元泰明年已經持續成長 今天新聞 元泰多空論戰 這個多頭派送暖 好啦 那搞了半天到底是多還空 你也搞不清楚 那我們看K線 最近開始有些不好的消息出來 那我們看K線 哎呦 天啊你跌上七帕了 所以你勢必要在怎麼樣 消息走在怎麼樣 趨勢走在前面 消息才會跟著來 所以你在高檔的時候 這裡消息是沒有壞消息的 那你必須有能力的判斷這個地方是高點 你才避開這段下跌 37%的下跌 懂意思嗎 那怎麼研判 各有各的方法 我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我發明的股神系統軟體 好 這裡怎麼研判它是高點 那目前這裡可以不可以 來 我們剛剛講過 趨勢走在前面消息才會出來 所以你不用看消息 來 哎呦 原來早就轉空了 那這裡就可以跑 你不用等現在再後悔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9月初 你就不要等到10月下旬 再來後悔了 那這段拉圍37%你就可以避開了嘛 那目前呢 還在空方並沒有翻多 所以你不用去追 你追也沒有用 就這麼簡單 他要走多久空頭 你管他 你要走半年就走半年 完全你轉空我就不會理你了 等你翻多我再來愛你 這樣懂我意思了嗎 好 台辦 土洋堆座 好了 那請問台辦到底怎麼研判 哪有 最近好像走勢不怎麼好 高點從99.8%跌到79% 那麼這段下跌過程怎麼研判 目前的格局到底可不可以 怎麼判斷這個地方是高點 為什麼這一段不能買 很肯定這一段是不能買 來 哎呦 高點的時候 天啊 一路怎樣 一堆賣出去鬧出來 所以你不跑就準備受傷了 那目前呢 還在空翻嘛 那空翻你就不用急了 你急也沒有用啊 懂意思嗎 我們做股票不是急 我們做股票2000多檔 喜歡再來買 翻多再來買 不翻多 你要走空一年你就走空 你要走空10年我隨便你 我不會管你 你走空我就是不理你 這樣懂意思嗎 你不能把走空的股票拿來做多 這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懂意思嗎 所以你這樣一看 原來真的有問題 你看這一張是沒有答案了 你不曉得他為什麼下跌 沒有消息 這樣懂意思嗎 好 大盤這段跌在6000點 那目前反彈2000點左右 今天選舉 暫時陷入盤整觀望 未來行情怎麼研判 來 我們說下跌6000點 如果沒有避開 反彈這2000點 不要談功勞 跌6000然後反彈2000 他要套4000點 要談什麼功勞 沒有功勞可言 這樣懂意思嗎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跌6000反彈2000有什麼功勞 所以你看現在很在囂張 他賺多少多少了 下跌6000都沒屁開 不是嗎 你現在漲2000點 那麼大聲有什麼用 喊越大聲的表示 他之前套越多 除非你剛才講 這一段6000點 我絕對沒有做多 沒有讓會員套牢 不然你現在漲2000點 要幹嘛 沒有用 懂意思嗎 好 下跌6000點 有多少投資人的哀哄片 有多少分譯師 自自不理 你看跌6000點下來 哪一個跟你講轉空 現在反彈都很大聲 那個沒有用 懂意思嗎 對投資人是很冷漠的 當反彈結束 如果這次選舉 這個 只剩者的 這個失敗的話 就當選的比較少 那待會兒就視為 執政失利 那這時候股市會反映了 可能會再往下修正 好像就比較麻煩 所以當反彈結束 如果行情又下去 那就是一波新的套牢者 新的受害者又出來了 所以你操作上 一定要小心避開 空投格局的股票 這是我的簡單說明 反彈6000點 你補不了6000點 反彈2000點 你補不了6000點的錯 那如果一路做多的人 如果是我 說真的 我一定會深切檢討 這時候 我寧願半個會員 我都不要收 那你跌6000點都沒避開 你要收什麼會員 還不笑死人了 下次跌1萬點 你還看不懂 不是嗎 所以如果是我 很簡單 我不收會員 下跌6000點 那會員都死光了 你要收什麼會員 再收進來 還是害死人了 所以如果我是這樣的話 跌6000點 我都沒有避開的話 我會羞愧 我根本不敢上電視 如果上很簡單 我都不收會員 完全就是解盤而已 一個也不要說 這是我的看法 當然這也是我給 年輕分析室的一個忠告 後續你這樣做 會變成為人生 最光榮的時刻 做錯就認錯 做錯就 對不對 純粹解盤 也不會怎樣 不論每天上去 就想要收會員 想要這個欺騙 跌6000點都看不懂 當然是不行 應該好好回去檢討 甚至回鄉下種田 跌6000點都看不懂 還貪什麼2000點 好 股市裡面有個特色 就是你不懂 你會賠很多 就像今天6000點一樣 你去買了ABF 你去買了IC設計 都很好 EPS都很高 最後股價跌下來 你根本來不及跑 一點也都是6成7成 所以我們股市的特色就是 你不懂 你會賠很多很多錢 你每天EPS掛嘴邊 你會賠死 好 更大特色是 你可以在短時間 創造財富 這就是股市最迷人的地方 同一是嗎 不是你計算機 按按你就會做股票了 不可能 好 那我們大盤的格局 為什麼這一段 會跌下來跌那麼深 唉呦你看到空頭了 一段反彈 兩個禮拜而已 再跌2000點 唉呦要咻 這麼多賣出訊號 那目前呢 的確目前是有三線翻多了 好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好什麼時候翻多 11月7號 有人說老師 你的軟體到現在沒翻多 你是不是秀斗了 11月7號就翻多了 我有講 沒錯啦 他已經翻多一段時間了 但這段翻多碰到什麼問題 碰到這邊的壓力區 壓力非常的重大 非常的多 他用什麼方式 有啊 跳空 長空棒 這邊第一個跳空 第二個跳空 有沒有 他一定要跳空長空棒 來脫離這個反壓區 那目前有沒有完全克服反壓區 沒有 這樣懂意思嗎 三線架構強不強 普通 我們不能說很弱 但是也不強 壓力還沒有完全克服 這是目前 大盤的狀況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 大盤的周線 哎呦 周線怎麼還在空方 日線在多方 周線在空方 表示它是一個短線反彈 反彈之後 如果日線在跌破完蛋了 那就回撤前破低點 甚至跌破前破低點 所以你操作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 電子股的格局一樣 電子股翻多 稍微晚兩天 10月9號 同樣問題 面臨上檔 很多的反壓 反壓越近 壓力越大 所以目前的格局 一樣是這種狀況 三線交通翻多 可是不強 沒有很強 上檔壓力 沒有完全克服 這是電子股的狀態 周線一樣沒有翻多 所以我們說操作上 你要非常小心 這是目前大盤所在的危險 但是沒有 會這樣跟你解盤 好 那我們說到股市裡面 成敗的觀念 就是在掌握趨勢 掌完之後怎麼樣 用選股來定輸贏 所以你把趨勢看清楚 你來做選股 把股票選對 你才能夠成為股市的贏家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選股的方法秘訣在這裡 在明股市 股市一路第600折有講 有日線周線的綜合研判 現在我們看大盤的周線是怎麼樣 好 周線翻多 日線翻空 有沒有 拉回修正 顯閃 如果是周線翻 現在是周線翻空 周線翻空 日線翻多 短多 搶個短而已 動作要快 有啊 這邊寫很清楚 大盤目前就這個狀態 周線翻空 日線翻多 它叫短多 搶短要快 我們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土這早就有了 不是嗎 所以目前的格局 就是個短多而已 你不要把它當作長多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看到航運股 哇天啊 今年 從去年高點跌到現在跌66%了 那航運股是什麼格局 哎呦 天啊 跌八成了 82%了 萬孩跌那麼深 好 這個陽明 那跌 長龍跌85% 非常的可怕 這邊66 這邊又跌29 所以跌85% 好 那我們之後 航運股開始狂蟹 在損利兩平 被人掙扎 來看一下 哎呦 航運股 你看這個周線 瓜里這麼大 這麼可能麻煩多 看懂了嗎 所以你是不是早就該跑了 你不要跟他玩了嗎 這樣聽懂嗎 所以你看航運股都不大會動 利多滿天分 EPS很高也沒有用 原來轉空 好 台積電的格局也一樣 從688 跌到370 這段是跌了312元 那目前反彈到490左右 反彈多少 反彈120 跌300 這個18 反彈120 所以這反彈就三分之一 反彈是非常弱勢 上面的套牢籌碼非常多 這條線也都是套牢 上面的頭碼套很多 沒有套就這一段 跟這一小段 所以你就知道台積電 市場很熱 沒在講台積電 其實套牢量非常非常大 台積電的格局一樣 周縣沒有翻多 日線翻多 周縣沒有翻多 所以它這是一個短多而已 操作上 強短可以要快 動作要快 非常小心 好 原大台0050 一樣格局 一樣的 你早就該跑了 對不對 2125就跑了 這段不要再跟他玩 來 大盤周縣沒有翻多之前 會有一些股票 慢慢再翻多 因為大盤是平均的 所以五年 虎頭書的 虎尾 有可能慢慢賺回來 你選對股票 就有可能 慢慢賺回來 哪些股票是翻多的 來 有啊 這盤整很久了 對不對 這不是突破壓力區了嗎 壓力區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壓力 長紅棒突破 第二個長紅棒 第三個跳空加長紅棒 三線翻多 這是多首歌曲 沒錯啊 大盤是很弱 可是它已經翻多了 很漂亮啊 所以如果你挑 類似這樣的股票 這一段就有機會了 那不是你賺的嘛 這樣就是29到39了 一張就10塊了嘛 對 好 精銳也是一樣 請問有沒有三線翻 周線很漂亮 翻多了 沒有錯 這是格局是對的 好 比如說 雷虎 雷虎對不對 對啊 你看那盤那麼久 哇 天啊 盤一整年了 壓力大不大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怎麼突破 長紅棒啊 加跳空啊 懂嗎 那目前三線 周線格局對不對 對啦 所以 挑類似這樣的股票 你就有機會 虎頭書掉的 虎尾馬賺回來 不用太悲觀 好 比如說 這個聖銳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裡壓力大不大 一二三四五六 偶爾很大 怎麼突破 長紅棒 震盪一下 再一個長紅棒 短線的一個小紅棒 再來一個長紅棒 再跳空 當然就多頭歌曲很漂亮 這樣一名都買什麼股票 我買這種啊 要不然你覺得要買哪一種 會有比這種更漂亮的嗎 所以股票是這樣選 這樣挑的 懂意思嗎 好 包含其偶也是一樣 你看這邊盤了多久 我盤了一整年 盤整區一定很多壓力 怎麼突破 長紅棒加跳空啊 懂嗎 上來啦 小小缺點低線稍微短一點 上的壓力 有一點壓力 所以這種格曲的股票對不對 當然對 要不然你要買來中 不是嗎 投資朋友 好 泰山呢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大堆買金尋號 上個禮拜壓回 這個禮拜又拉上去了 三線架構沒有破壞 這當然是多頭格曲的股票 所以後面 當然就看多嘛 因為它沒有轉空嘛 我們就看它多嘛 好 那我們剛才生計一樣 今天報紙登的 生計基金開始要做 剛才開始要做類似0050這樣 有很多的基金出來了 那很多投資朋友想看了生計 可以來生計的基金 那怎麼研判它 包含這些基金的操判也一樣 你不能跟超0050一樣 沒有人轉空你來批密碼 一賠就三成四成 所以同樣的 好 那我們怎麼來研判 生計這股票 高股息 主權 公所兼備 怎麼來研判它 都同樣的道理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生計13檔 這13檔買盤很熱 那我們同樣看這13檔 我們說選股的關鍵 整個成本就在選股 你把選股搞定 13檔股票怎麼選 選會的選股技巧對了 你自然就能夠成為股市贏家 那我們看這13檔股票 那怎麼挑 怎麼選 張一銘來示範一下 就是13檔 怎麼挑 怎麼選 我們來示範一下 好 就是這股票 我們把它變成這個圖表 圖表就跟剛剛這股票 是一模一樣 好 那是13檔股票 那我們用日線跟週線 一檔一檔來看 這樣懂得是嗎 來 示範一下 把網路打開 我把電腦把網路打開 好 把股神系統打開 稍等一下 開個股神系統軟體 好 那我們打開之後 還沒有開 再帶一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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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打開 跳開了 我們下階段再來選好了 那我們選出來之後 再把圖片打開 那我們選出來之後 就是13項股票 選出來之後 因為剛剛上節目前 已經把它選了一次了 選出來之後就是這樣 日線對的打勾 888對的打勾 拍一下電腦畫面 錯的打X 就把它打出來 周綺線再看一遍 周綺線打777 看完之後答案就出來了 出來就變下一張圖了 就變這一張了 那我們說這是最難的 我們待會再示範一下 譬如說這些股票打完 譬如說你看要啊要 要是不對的 日線是空投 譬如說保瑞 保瑞是對的 日線對 周綺線也對 日線為什麼會這次 拉回修正一下 拉回修正為什麼沒有死 上游賣押 卸要買進 周綺呢 周綺沒死 最後拉上去了 好 那比如說美食 發力多了 當然你今天看到美食發力多 已經早就漲一波上去了 在股神系統裡面 早就呈現多頭格局了 你不用等這邊再來買 248 你在這裡150就看得懂了 你就會知道要買的 用這樣的方式來研判它 最後答案就出來了 這13項股票 真正對的 有啊美食 對不對 對 核一 永日 還有什麼 創源 那大部分都是不對的 打差就是不對的 有粉紅色就是有的 在臨走附近 不明顯 這樣粉紅色不明顯 那第一條線 只要有一個差 你就不用看了 所以真正看完之後 對的股票 13檔 就4檔而已 所以你不要花很多時間 不用 這個看了時間 大概2分鐘就搞定了 因為電腦還沒有打開 我們等一下廣告回來 再來開電腦 你就知道了 用這個結果來操作 所以我們的股市 其實只有兩件事 多空選股跟買賣點的判斷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多空選股 就用這個方式來挑 懂意思嗎 那同樣另外這個新聞 來 矽智財 矽智財要有很多股票 那什麼股票還挑這股票 這些股票一樣 用剛剛的模式把它變成這樣 代號股名出來 日線看一遍 日線就是代號打888 它就進股程系統 周線就打777 就進股程系統 看完之後答案就出來了 那你就會找到對的標的 你也可以避開很多錯誤的標的了 這樣懂意思嗎 當然你會問說老师 你這樣方法到底有沒有效 去年7月20 我跟你講韓恩股 要雨天吐龍 你覺得有沒有效 那如果沒效 我為什麼看得懂 對不對 好 大盤電子股 A24我跟你講 大盤它是掛掉了 機器可危要開始以電吐龍 A24要講 好 台積電轉空 我也跟你講 講了64次 有沒有 好 林馬哥轉空 我也跟你講 講了56次 有啊 我第一次講在216 我跟你講 IC設計整個都轉路 要避開對不對 ABF總共跟你講了72次 我怎麼知道 有啊 我216就跟你講 ABF掛掉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 陸續跟你講 這個股票不能碰 用什麼 都是用股權系統 告訴我的 這樣懂意思嗎 很簡單 80噸泰 跌了81% 高點298 張愛明你高點有沒有講 高點有講就厲害了 有人這樣一年講 現在講一整年 結果跌81%還在喊 後面都害死了 張愛明在高點跟你講 避開 真的有講嗎 來 講多少次 50次 有人講一整年 喊多一整年 張愛明跟你講 高檔轉空跟你講 50次 有沒有講 有啊 這些都是 這個都是 證據在這裡 高點298最高點 在這裡298 有沒有 298附近814號 有沒有 就在這裡最高點 轉空了 所以我電視畫面有講 這當時有電視畫面 814號電視畫面跟你講 掛掉了 有沒有 因為有講了 所以股市裡面 有本事你隨時可以要回來 如果沒本事 對不起 一定要不回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股市裡面有三座三 對的人 對的觀念 對的工具 找到這三座三 你就可以反敗為生 小小組A 25006999 這是我大理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上來 我們廣告回來跟大家示範 怎麼選股 把身價也挺卷 好 那更多的操作的見光 後來記得請張宇老師 幫大家做解析 東森粉絲那一手機 扫描QR Call 扫描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 說你是東森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就一併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 記得來扫描QR Call 用Light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是免費 所以你是東森粉絲 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張宇明會盡速回答你 歡迎回到講諜密碼 我們再把聲音交給張宇明老師 好的 我們說看到生技股 你想哪買生技股 生技股的美食漲很多 那怎麼挑選 今天報紙登出來13檔 那怎麼挑選 我們示範一下 好 這是13檔 今天報紙登出來的 那我們怎麼挑選它 比如說第一檔 這個1795沒事 很簡單把代號打進去 好 1795 好啦 那你就看到了 請問這多頭格局嗎 是的 電腦畫面有沒有 這多頭格局 到這個畫面就可以 有沒有 這多頭格局很漂亮 看完之後日線沒問題 日線就給它打一個勾 就給它打一個勾 這樣懂意思嗎 打一個勾 畫 編制比好了 就打一個勾 好 那周線再看一次 周線就打777 777 好 那周線對不對 周線也是對的 很漂亮 那就再打一個勾 等於是嗎 好 日線周線都沒問題 那我們比如說來台藥 4746 4746 好 那對不對 不對啊 這個周線就不對了 那不對我們就跟它打一個叉 日線888 看對不對 日線非常脆弱 為什麼 骨架在高點混 第一線跌破了 所以這個日線就不對 好 我們就把它打一個叉 所以台藥 當然我們就不會選它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不對了嘛 那比如說合一 4743 來 4743 好 請看對不對 日線是對的啊 周線呢 再打777 這是周線 好 周線對不對 都對 但是不強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給它打 打一個勾 打一個勾 但是我們心裡知道 這個不是很強 好不好 我們把它畫一下 那比如說要滑藥呢 很多老師要滑藥 不是之前的生技股王 怎麼都沒漲 來 我們看一下 要滑藥 6446 來 對不對 日線對 不強 因為23線在0走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給它打一個勾 再畫一點 周線 看完看日線 888 對不對 不對啊 第一線根本沒有翻多啊 所以把它打一個叉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看完之後 你就這樣一檔一檔看 所有答案都有了 最後看完結論 就出來 因為剛剛上節目前 已經把它做完這個結論 我們來看看這個結論是什麼 好 請看 好 剛剛我們上節目前 就把這個結論做出來了 好 稍等一下 好 答案在這裡 所以剛剛全部做完之後 對的在這裡啊 就是美食啊 還有誰 合一啊 合一有小缺點啊 我們剛剛講 要滑藥就不對嘛 第一線就 日線就不對 周線也沒有很漂亮 好 那比如說往下看 太景也不對啦 這個都是在臨走附近的 比較像創緣 比如4160 我們看一下創緣好了 好 為什麼創緣是對的 來 4160 4160 創緣 來 請問對不對 對啊 突破啦 沒有錯吧 這邊是不是很多壓力 當很多壓力的時候用什麼 跳空加長文棒突破 看到嗎 突破完三線換多 這個是對的啊 這是日線 周線呢 777 周線也對啦 兩個壓力 這長文棒已經突破了嘛 所以看完之後你就知道 創緣是對的 所以我們看完之後 就有答案啊 這個答案是不是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這個表就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真正13檔裡面對的 最漂亮的就是美食加創緣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像這個合一沒有很漂亮 這個另外一檔是永日 永日比較短一點點 所以13檔股票最後看完 最漂亮的就是美食跟創緣 所以兩檔而已 然後13檔 所以選股其實可以變得很輕鬆 很簡單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時間關係我們就不多說了 詳細你想了解股神系統 你想要跟我們聯繫的 你可以掌握這個廣告後面的電話就可以 請到署A25006999 是我的賴力100 你可以搜尋加入 有問題發上來 記得留下電話 詳細明會快速回答你 我們今天時間關鍵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好 非常感謝來賓的分析 要提醒觀眾朋友 勒本公司一所推薦分析之歌表家證據 東森粉絲耐手機掃描QR Code 掃描免免費加入我們的Lighter 說你是東森的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就一定留下來 詳細明會盡速 回答你記得來掃描QR Code 用Light加好朋友掃描就可以 掃描免費加入 這是免費的 除了你要跟著我們動作 加入Lighter是免費 說你是東森粉絲 並且留下姓名跟電話就可以 有任何問題留下來 詳細明會盡速回答你